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錦囊》的环节 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中港股市今早开市的表现 见到内地股市企稳 靠稳上升1点 上证指数上升3651点 深正城市方面升45点 做12723点 护心300指数现在反复偏远 跌不够1点 做3832点 创业板指数升11点 至于港股方面 今日表现就跑赢了A股 现在高开之后升幅扩大 升206点 做22506点 国企指数升79点 最新报10325点 这次嘉宾请来Harry和大家介绍一下中港股市的消息 Herry 你好 同意见到内地股市和港股方面这几天的关系 港股一直都跑输A股 昨天延续6年跌 今天开出来终于表现好一点 有些消息都是利好内银板块 内房的板块 先看看内银方面 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加码25%的地方债资换额度 令到今年的金额可能会增加到3.8万亿 甚至4万亿人民币 有利舒缓他们的债务违约的情况 和利好内银的稳地资产质素的情形 内银今天的股价都向好 你觉得消息是否对内银来说 未来有一定的支持 一定的支持 但你说是否对业绩很利好的因素 underlying的风险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但大家看这段消息的时候 就要想一想内地债市的情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大家都比较担心很多地方的债务 持续地有些可能爆煲的情况 特别是不说地方债务 三线三线的新闻都说 山水水泥都已经是唯一弱 其实都是一间200亿的民企 所以本身对于整体的债务情况 今次中央会否逼着做 我看的机会挺大 如果你再不支援地方债务 額度再加大些 企业债务通常是一个雪球滚出去 就会出现债务危机 所以在系统性风险未那么快出来之前 终于开始做些事 但对于内银来说 实体上你会看到盘数没什么特别 换了地方债务 其实对于盈利是否突然间有个飙升 未必这样看 但他所控制的一些风险上 应该会有个改善 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概念上 应该对于内银来说是一个利好的 但实际由于大家都比较担心 就是他业绩的因素 和未来会削减派息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内银来说 他会跟随事况走的上落 但是你说特别跑赢或者是特别跑输 又未必这样看 似乎这件事都应该是迫着要做 就是听你这么说 因为很多公司面临违约的情况 另外也看回利好内房的消息是怎么样 看到总理李克强的博物院常务会议提出 加快户值改革 相信可以带动住房、家电等等的消费需求 政策可以继续利好内房和家电的板块 不过很可惜 你推介的751就指了事 应该是否都应该会继续利好 这个板块内房和家电的股份 内房或者衍生出来家电 甚至人们都会想起车 衍生出来的一些板块 其实你见到近段时间的销售情况也改善了些 特别说说内房 户值改革的措施 由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说出来 及后去到实际地有个改革 做地方政府落地去做的时候 是需要这些时间 所以不会因为Tracy你说这个消息 突然间这两个星期内房消息很厉害 大家要实际地想下去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觉得 你买内房商 其实在现阶段 中央经济做得一样 其实你会见到 由十三五规划开始 到这一秒钟出来的细则之后 其实大部分市场焦点 都会放在一些新经济股份 包括互联网家 甚至是环保类别股份 但其实第四季经济表现 都仍要靠一些传统经济 包括内房股的表现 内房没有金狗 但有个银十 如果你看到销售情况 十一月到现在这秒钟为止 做得一般般 如果你计内房商 特别是恒大 是调升 出乎市场预期之外 已经有销售额目标 还要调升 但其余内房都在追求目标 所以现阶段来说 内房股都是个别去看 特别是二三线集中 在比较小型的内房商 债务可能问题会比较大 现在我们的企业债务 有机会爆煲 所以那些要避一避 而本身都找回 土处上面 一二三线城市都有土处 那些全国性内房商 会比较稳 暂时去看 内房都会持续在复苏 始终楼价 从单凭数据的表现 我们看到 楼市在复苏阶段 除了楼市之外 会议上也有提到 围绕消费的新水球仓 新消费品等等相关的产业 和服务业的供给 可以丰富到群众的生活 释放内需潜力 就这样看 不知道它可以如何去刺激 但是相信内需 政策来说是着重的 会不会对于内需的板块 都有些体振的作用 内需的板块 这个星期有几项焦点 如果你刚才说到的消息 其实也说到消费信贷 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 真的落地去想 其实是否用多些币卡 就算了 好像吸回美国的模式 用一个消费信贷 来调整内需 又未必完全是 因为人行那边 特别是在周初的时候 富航长也有说过 他也有说过 有四个字 叫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主要在金融政策上 这两个星期都在说 农村消费信贷 其实就想消费力 不要只是大城市 又或者昨天全部双十一 在网购上 会否说可以多些 发展农村那边的消费力 始终如果你说中国人口上来说 有一半都仍在农村那边 如果你说农村消费信贷 又或者很多时候 前附近说的农村机械租赁 这些新措施 不停地走出来的时候 会否推出农村那边的消费力 这个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 但是政策面上来说 除了大家所知的 昨天的消费 一说到一定是淘宝和天猫 我觉得层面上应该会阔一点 暂时去看 农村的信贷 又或者不同的消费力 扶持政策 应该会陆陆陆续续出来 看看它做哪个范畴 因为暂时去看 都是一些机械租赁 又或者是 及至于 怎样去谷倒农村的内需 是否说 单凭一些 节能家电下乡走进去 又或者是 不同一些汽车的消费 因为暂时在香港的板块上 只是炒作这些股份 所以A股那边 会多很多 因为里面的一些消费金融股 做租赁的公司 做很多 甚至有很多交易所的公司 很多 但是在本地市场上来说 就会比较乏善中沉 这次说的消费信贷 可能在农村方面 但都想问一下 Perry 如果他们都想提出 提倡多些人去做消费信贷 的话 会不会衍生 好像美国最后的信贷危机 这样的情况出现 这个要看看 就是我们中国的监管当局 向来的历史监管水平 究竟可不可以 给消费者有个信心 以往做得一般般 我也不敢说他坏 但是这个情况 如果你说金融改革 其实我们由腾讯分业职 可以略知看到 究竟未来的网上消费 或者所谓的消费信贷 有什么创新的环境走出来 现在始终 譬如说在腾讯 他们的网上金融 特别在微信支付系统上 始终的成本会很高 因为支付系统 一定要经过 本身的一些传统银行 要放一些过路费 但大家也要认识 都会知道腾讯 都有家民营银行 为何他自己不做 因为中央未开放这边的市场 所以我会觉得 由腾讯的例子 会否说 多些消费信贷走出来 及至于民营银行 开始的活动范围 扩大 本身在等中央如何开放 但我相信 时间性未必那么快 因为始终 会移动到传统行业利益的关系 所以暂时去看 你看金融范围的改革 本身的时间性 不要给太大期望 因为中央都需要去安抚 究竟来源怎么办 如果你全部取消业务 这方面都需要时间去拉 所以暂时你会看到 消息面上来说 都是一些比较口号式的 一些发布 及至少部分股份 有些炒作味道 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好 明白 多谢Harry 你的分析 和你继续申报 刚才说的指数 或者股份相关资产请问 有没有持有 多谢 有一些阵场回来 会有即市攻略的环节 待会再见